仔细看着 往后给朕写实录的时候 把纪念看见的都写上 朕没有惹他们 是他们在惹朕 百官死见残血液 血染鹅白素贪血 大家好,我是二明古 1565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来的稍晚一些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 站在雪里的金官们 虽然冻得瑟瑟发抖 可心里是暖的 因为欠了半年的俸禄 终于有了着乱 刚入内阁的赵真吉 将督察院、汉林院、国子健 还有通政史司的 四个衙门的千米千法 交给了海瑞 就这些东西 清了仓底了 每人两斗米 两生胡椒 食掉铜钱 实话说 哪一家这点东西 都过不了这个年 更别说他们了 这四个衙门的官最为清贫 如果知道自己半年的俸禄 变成寥寥无几 后果可想而知 这少真吉让他海瑞负责 第一 是清官对清官 有理也难辩 二 当初贪磨案 自己有机会入阁 被海瑞给怼灭火了 这次也算是一个刁难 他还刚锋 不管你有什么私心 让我干我就干 大人们请一个一个来 请问在哪个衙门共之 尊姓大名 第一个领钱的是 国子界司业李清源 报了名号之后 那是满心期待呀 半年的俸禄 二十多两 后天过年 把欠的钱还了 然后搞他个拔菜一趟 再来他半谈女儿红 有余钱的话 给媳妇电瓶车 换付电瓶 太完美了 这李清源的气氛 自不用多想 外面候着的官员 听到实际数量 那是小母牛建红布 可就搂不住了 是要讨个公道 这发疯的是户部的人 内阁咱进不去 那咱就拿他开斗 非要打到他上司 赵真吉出来问话不可 一看着架势 王永吉不干了 你们知道被打的人是谁吗 你们过不了年 可以来讨欠缝 他过不了年 连欠缝都没得讨 知道吗 诸位大人 这位就是在六笔鸡蹄子 被罚了缝的海主氏 闹事也不该找他呀 原来他海瑞入职当天 就被赵真吉 以妄议地义的罪果 罚了半年的俸禄 幸亏有王永吉的旧集 加上海姆那微薄的纺织收入 才勉强过火 都说穷人不为难穷人 李清源道着歉 不知是找死兄 多有冒犯往海寒呐 随后把心里的真实想法 说了出来 要说国家有困难 咱们就算吃糠燕菜 喝凉水都能忍受 问题是 一个严党一次抄假 一下就是一千多万呐 结果呢 打仗打仗没有军饷 无数灾民没有灾粮 天子脚下的大兴和晚平 两个县 被众遂逼走而返的流民 也未见退还的银粮 这才导致恶飘满劫 欠奉我们不争了 过不了年也死不了人 找内阁去 问问他们 还管不管大明的设计 还管不管天下苍生 李大人说得对 国家不国何以加为 找内阁 跟他们论理 大家先去写奏书 写完奏书一起上书参谈们 对 看着众人离去 王永吉也是热血沸腾 身为督察院的御史 他也准备添一份力 本以为海瑞也会如此 可没想到老伙计一反常态 不去 都说生死历劫的谩骂 不如蓄力的致命一己 自己要做的 是治本 而不是治表 参几个傀儡 有毛用啊 要参 就参当今天子 太夫人还在 嫂夫人拥有身孕 披龙林的事 你现在万万想都不能想 这也正是我的顾忌所在 先过了这个年再说吧 对了 这才是正经嘛 得到了海瑞的从长记忆 王永吉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眼瞅过年了 本想再接击接击 这个穷哥们 没想到被一口回绝了 知道海瑞要脸 老王也没有强求 二人分道而归 海瑞刚到宅门 发现祝嫂早已等候多时 都说滴水之恩 永全相报 何况救了大猪一命呢 平时不让大猪还恩 这大过年的 祝嫂说什么也让恩公 收下这一只母鸡半筐鸡蛋 那海瑞是说死不要啊 祝嫂是说死要给 海瑞就不要 祝嫂就要给 最后没辙 只能搬出他年迈的老母 和有孕的老婆 你可以清贫 可不能苦了他们呢 海瑞心头一紧 自己身着六品关带 却不能给老母孕妻 带来温饱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啊 看着祝嫂离去 海瑞沉死 如果大明健康 自己何故拒人之千里 家左的祝嫂 也是悲从心起 这样的清贫 却落得如此清贫 想着恩公为了四个鸡蛋 而面露愧色 简直是大明的悲哀 这边海瑞刚进家门 就把老婆拽了出来 让他猜猜 袖子里是啥 鸡蛋 海七手里捧着鸡蛋 眼睛里都是光 可我却感觉到一丝丝酸楚 海家如何享受难得的鸡蛋不讲 此时的鱼系拱 黄瑞剃了陈红的本 开始伺候主子 看着家境冷得瑟瑟发抖 相比陈红的眉眼力见 黄瑞却贴心得多 现在的家境身体是越来越差 贴身的几人都知道 可没人敢说 黄瑞是一边热着药 一边哽咽地抹着眼泪 家境一阵恍惚 耳边听闻故人提 再寻方知故人理 当初吕芳心疼自己 也是默默落泪 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回首 已然三个年头了 吕芳有书信来吗 回主子 没有 这个吕芳 她呀 她是把咱们全忘了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纵使她家境 把阴损兼辣坏都占了 但是对至亲之人的感情 不是假的 朕慈祥啊 没有父母 没有兄弟 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 你别说 要是有的话 吕芳就算一个 他走了 又把你留给了朕 他也算是对得起朕 家境只有在吕芳和黄锦面前 才能卸下那千金的防备 像个孩子似的 以唇心面试 胃高者 容多 皮 亦多 这药也喝了 磕也烙了 家境想带黄锦 去看出好戏 什么戏呢 咱且叫 群魔斗吧 随后 一主一仆 出了玉西宫 上了西院的正楼 望着旁边 马上竣工的殿宇 一道瘦弱的人影 进入了二人的视野 谁呀 冯宝 陈宏打过招呼 要对他特殊照顾 都让冯宝 一个人搬 你不是有能耐吗 怎么连一个木头都搬不动啊 就这样还想着将来进私里建 做掌印的太监啊 呸 有过干爹的叮嘱 冯宝知道 他们不敢灭口 所以忍耐之心 更加坚定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 百花杀 黄锦没明白主子的意思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好戏开场了 由李清源领衔 五六十个金管主演的 死剑大戏 正式开机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要谋反吗 我大明朝 只有死剑之臣 没有谋反之臣 我们有奏书 要支撑皇上 黄锦一看这架势 可有点腿软呢 死剑可不是闹笑的 万一场面失控 经了圣将 可如何了得呀 嘉靖笑了 首先 他们看不到咱们 再有 你说经驾 这才拿到哪 你主子我十七岁 为了给亲爹追封为皇帝 硬汉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 近二三百人 老子眉毛都没皱一下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旅方 可惜你那事太小 没遇上 住嘴 仔细看着 往后给朕写实录的时候 把纪念看见的都写上 朕没有惹他们 是他们在惹朕 这话说的 就有点耍无赖了 若国太明暗 又岂有血中死剑呢 这接下来 就是徐杰领前的内阁登场了 徐格老上来 就是自罚 这千错万错 都是内阁的错 但是事要一件一件做呀 有话过完年再说 这眼瞅着就要进宫了 你们来这闹 扰了皇上兴致 合适吗 李清源不管那些 少给我们来这套 你们除了画大饼 还能干什么 抄家抄了一千多万 都哪去了 打仗没钱 欠缝不还 百姓疾苦 尔等清闲 顺天府几天之间 已经饿死千余 你们内阁 没日没夜的 给皇上写清词 却治国家安危而不顾 这就是你们的治国之道吗 你这是宽大其词 非言从听 谁说南北没有播军饷 哪里就至于 恶嫖遍地了 一早 户部就接到了 大兴婉平 有恶死的百姓 我们便立刻 动用了通州的军粮 派人阵击了 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 赵真吉话音未落 金官二号说话了 你可别爸爸了 当初你承诺的 用外省翻库的余钱 来偿还留民的赴税 几个月了 钱呢 如果有这笔钱 至于饿死人吗 我们到这里来 就是要向皇上奏明实情 让皇上 问问你们这些内阁大臣 到底在干些什么 过了年 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了 你们有些什么方略 能就我大明的江山社稷 和摆照天下臣民呢 回话 眼看着内阁也照不住了 黄锦是真吉了 此时能正常的也就只有私利捡了 可是迟迟不见陈红人影呢 这可怎么办呢 嘉靖微微一笑 他陈红就在脚下 果然城门处陈红也是面露交集 他在等 等待嘉靖的命令 好大开杀戒 可是他没想过 嘉靖让他上位 就是来背过的 怎么可能给你明示呢 风雪的呼啸 丝毫掩盖不了百官的哀嚎 就像整齐的奏数 同样掩盖不了大明的糟糕 鞭子是一下一下的落在金官身上 可没有一个人退缩 黄锦实在看不下去了 陈红如此暴虐 我要掺他 嘉靖叹了一口气 哎 杀金的 你呀 太嫩了 这帮金官今天是来掺内阁的吗 不是 他们是相装无件 意在配工 说白了 就因为老子盖了几间养老的房子 他们看不过眼了 借着内阁的名义 戳我的脊梁骨 要是严松在 他们敢吗 如果今天没有陈红的武力阵阳 恐怕以后老子做任何事都要受人以邪了 最后告诉黄锦 让吕芳去南京守灵的真正目的 这用陈红就拥在一个狠字 这样的事 吕芳不会干 朕也不想让他干 说完 嘉靖走了 可下面的鞭挞还未停止 再打下去 可真要出人命了 徐格兰也终于急了 你再不住手 干脆 连我一起打好了 罢了 下集 在豫王的安抚下 被揍的金官 打消了参内阁的心思 另外 海锐被派到大兴县 施州镇灾 当看到满街横时 终于斩断了最后一次犹豫 准备披龙林 儿子 儿媳 给母亲拜年 祝母亲长寿百岁 乳贤 乳贤